大家好,我是 HIGHBYE 我們現在在 鄭重宣布 我們現在在哪裡? 韓國 我們已經期待了兩個月 好啦,應該是三年 我們期待了三年的出國 終於成成了 我期待了17年 對,這是他第一次跟我們出國 應該是他有記憶來第一次出國 好,但是廢話太多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就是 我們剛剛去了超市 我們就是很多都沒有看看 那如果有雷的 或是有推薦的 我們就會到實講 這邊應該有10多樣 那我們就1開箱吧 GO 那就由我先開始學 賀 我想要先學 這個 這個我看起來像 馬鈴薯條 但他有辣椒 他應該是有點小辣 那我們直接來學 我覺得有點像 欸,我超討厭別人這樣開餅乾 欸,你這樣吃不然要怎麼關 我記得你有夾電袋 我超討厭別人給我這樣開餅乾 欸,香 他怎麼有點像卡迪拉 他好空虛喔 他好空虛喔 你懂我只有空虛感嗎? 他很像是 乖乖那種 裡面很多 縫隙的感覺 他不是那種很紮實 但他很脆 他是脆的 口感是還不錯 嗯,他是脆 很脆喔 他中間很空虛 而且他吃不出來是什麼 馬鈴薯的感覺 有點像 空虛很多的 卡迪娜 脆薯 番茄 或是比較酥脆的 乖乖的口感 可是他有點甜甜的耶 你們五顆星給幾顆星啊 我可以給三顆耶 其實我覺得這還蠻適合當下酒 我應該在2.5吧 就他味道我覺得還好 我給四顆星 我的話只有2.5 好,那我們就下一樣 好,那我想要開箱這個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別的youtuber 就是有吃類似的零物 零物 零物 零食 所以我就蠻有興趣的 我想說來開箱看 如果好吃的話 可能要回台灣的時候 就多買幾包這樣 好,那我現在直接開箱 這個就是我也是只能這樣開耶 因為他沒辦法 沒辦法 那我就去錢媽 欸,我超喜歡別人這樣開餅乾 然後我們買的時候 他有好幾個口味 就是他外面有分 是有馬鈴薯 還有玉米的 然後我們買的是這個 應該就是米做的 驚為天人 大家不要真的覺得 我們有接液配來吃 就是我們在湖南 來,場外試吃圓 來來來 欸快點,你們必須要說 我們真的沒有再給消 好吃 很脆耶 他外面這層吃起來就是有點像是 橘色那個蝦餅的那種脆度 然後加上海苔 那你給幾顆星 我給4.5 我應該也是4.5 我給4顆 5顆 他當初在買的時候 質疑我們 當初就是以為說 天啊,他那菜其實也還好吧 然後結果我剛剛吃的時候 都不得了啦 幾分? 5分? 好吃我就直接給他買的,好不好 好,下壓 我想要開的是這個 然後這個是我看一個韓國的Youtuber 推薦說這個超好吃 立賣嗎? 對,他那時候就是推薦說這個一定要買 那我就開啦 落賽耶 好 結果他膠打不開 因為他阿公又要吸開 不要直接打開啦 阿公交給你了 那我就 我現在就 他聞起來 他有一個很熟悉的味道 聞起來就是大蒜麵包的味道 人家上面就起來大蒜麵包 他的尾韻,他有點像濃湯的感覺 大家其實吃吃看 大家都吃得出來就沒什麼湯 我就是只有大蒜味 我們兩個要來吃嗎? 好 中正的是吃人在上小米 好,那在他們試吃途中 我們來說一下我們各自給幾顆星 對 我給四顆星 我自己是三顆星 我應該是四顆星 我還是一樣五顆好不好 我覺得 你剛剛前面其實很喜歡 但是如果你多吃幾顆的話 他那個甜味會有點累積在你 那個舌頭上面 你要這種時候 你要可以 為什麼 你以為是要 你也可以是不是 沒有,我等一下要去教教 他說,我們有這些念在一起 這個好了 這個是 樂天的 靈糖軟糖 最近韓國很流行這個 這個系列 他可能是 零熱量 或是靈糖 或是 零那之類的 就是 0 阿如果我們就是有講錯的話 就是歡迎在底留言 趕給我們 因為這個真的很紅耶 我們有看到也蠻多韓國人在買這個 它是綜合 就是蜜桃跟奇異果 它就是Kiwi的剖面的那個圖案耶 可是它沒有奇異果味 就是 蜜桃味偏重 它是那種不會很甜 然後有一點點微酸 我是覺得 喜歡吃軟糖應該會蠻喜歡吧 欸我蠻喜歡 我也蠻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吃很甜的軟糖 我們四年妹妹想要吃 沒有,我們的四年妹妹想要吃 沒有,我們的四年妹妹想要吃 但是她很想入鏡 看你覺得怎麼樣四十元你好 我還在搖 好,那目前阿公先評分 如果她零熱量5.4.5 那目前就是還不知道她到底是 零在哪裡 她這一包125咖 她是零啊 所以會比較健康一點 那 4.2 應該是 4顆星 她還是有熱量 我是4.5 因為我很喜歡吃軟糖 所以我覺得 她的味道就是 不會讓你吃她的 不讚的感覺 對 本來是比較不喜歡吃湯果的 所以只有三顆星 她就是微甜而已 那我換下一位 下一位 這個包裝看起來就很特別 因為 它有點難開 哇,它有風險 傻眼淡,它拖那個就是爽的耶 它就是裝飾用的耶 Oh my god,多小姐妳 喔,這台灣人家餅乾給我這樣子開 喝 Oh my god,上面是花生 花生味超重 對 啊,好貴喔 很脆 它有點脆到偏硬的那種脆 我覺得它吃起來很像 麻花卷 麻花卷 沒有卷的麻花卷 對,沒有卷的麻花卷 而且它花生味聞起來很重 但吃起來很淡 外面它感覺是一層糖霜的 麻花卷的口感 它糖霜沒有像台灣那個 那個砂糖感很重 很重 它只是那個還蠻低的 然後但是絕對代之就是花生碎粒 佔滿你的口腔 它會增加它的口感 喔對,我跟大家說韓國超市 很常會有就是一整個花車 然後都是一千韓元 就大概20塊台幣這樣 這個就是在我們在裡面挖到的東西 那會不會是就是 韓國那種古早傳統的品質 有可能 那你給它幾顆金 我給4.5 我也給4.5 我給3.5 我給4.5 我給4.5 那我們就下一項 我想要選這個 這個的話應該是全聯也有賣吧 它應該蠻多糖度可以買得到 但因為我們剛好都沒有人吃過這個口味 就大家都吃過玉米濃湯嘛 它是不是有肉桂味 可是這種一放入口的大概3秒鐘有 欸後面也有 後面也有 前段跟尾段會有肉桂味道好處 對 它跟烏龜那個玉米濃湯口味的差別是 它烏龜濃湯 烏龜濃湯 烏龜濃湯 好噁烏龜濃湯 這支影片沒有任何海龜受到傷害 烏龜餅乾的玉米濃湯口味 它的口感會比較脆 這個外面有裹一層巧克力醬 放入口會比較濕潤一點 所以比較容易吃到一抿 它就會整個坍塌這樣子 坍塌 今天的用詞都好 好極端喔 那你想要給它幾顆星 我給4顆星 我應該給它3.5 就是還可以接受 欸我覺得是4顆星 因為其實一吃第一個會嚇到 本人是不太吃肉桂的 但是第二口第三口 會有種習慣那個味道 然後越吃越刷取的感覺 我給它4.5 我覺得很高分是因為 我以為它是那種有表層 有巧克力的味道 可是它很特別 就是它中間還有 我還可以吃到巧克力醬 這點那種特別的加分 就不會很乾 不會嘴巴沙漠 好 下一樣 好 那我想要吃的是這個 鰻城湯麵的小丸子嗎 大家應該是有吃過這個鰻城湯麵嗎 我知道它出了這個很像點心麵的東西 就超酷的 對 想出來吃吃 我們來試試看 你們有吃到泡麵味嗎 它怎麼聞起來也沒有味道啊 它是不是點心麵然後再加上那個 鰻城湯麵的焦底包下去 搖搖薯條 搖搖點心麵的概念 我覺得它是雞汁口味 其實我本來是剛吃進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就是點心麵 有一點點很些微雞汁的味道 然後後面就會飄出一個 鰻城湯麵粉包的味道 對 我覺得還好 但可以搶鮮 那你會給它幾顆心 我給3.8 我應該用3顆心 3 那下一樣 放我了 剛顯然你吃過了嗎 那我們來吃甜的 這個 這是水蜜桃口味的糖果 你拿它的原版給大家看 又沒有一個葡萄 大家如果有在吃糖果的話 應該就有吃過這個超巨大的葡萄 可是我覺得它算是 糖果裡面味道做得蠻好吃的 對 蠻好吃的 這一次在逛超市的時候 發現它有出了一個新的就是蜜桃味 你放進嘴巴 它完全沒有給你味蕾休息的空間 就是一個 一個這樣 我是蜜桃啊 我覺得比剛剛那個蜜桃味的還要 還要蜜一點 那我們給一下評分 我會給4.2 我的話應該會給它4顆心 我應該會給它4.5顆心 我的話應該給它2.5顆心 好 那我的話公選一下 你們要喝飲料嗎 欸 當然我們告訴你那麼多東西了 那我就先選這個水蜜汁 那我們Cue一下小幫手幫我們拿個黑夜池 欸 我在場所入場 小幫手你自己學在主地區 入場主地區 挖媽 挖媽 這我可以錄進去 喝 欸 你看它炸超多的 它有什麼糖果味 欸 可是我覺得第一口會嚇到 它就是你吃到一顆很甜的上醬水裡 我就覺得它這個有點水過頭 就是我喝第一口有一點嚇到 就是不太熟悉 但是我覺得是好喝 可是我覺得 罐子 罐子被小幫手拿走了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嘗一下的話可以試試看 那你給幾顆心 我可以給到五顆心 我應該會給 4.7 4.7 好了 我也覺得可以給到4.5顆心 它這個蠻解渴的欸 我的話 我只可以給它3.5分 好 就換我選囉 我想開這個 是魷魚嗎 魷魚須 然後把它做成魷魚須形狀的品乾嗎 我可以這樣開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每一包都這樣子開 對啊 壓力很大 它就只吃一小口 一小便而已 欸 它好細喔 欸 這很像什麼啊 就是台灣蝦餅 椒鹽蝦餅的味道 它很紮實欸 但不會硬 就是脆脆 因為它很細 欸 這蠻好吃的 它也不會有很腥或什麼的味道 就是有點像蝦味鹹 但是它是脆版的蝦味鹹 我覺得它那個一包分量很多 我覺得它很適合在你 就是看電影的時候 一直吃一直拿一直拿這種感覺 你會給它幾顆水 我會給4顆星 我應該會給它4.5 我個人蠻愛的 我應該會給它4顆星 我的話會給它4.5 我喜歡 我喜歡 那我想要來開這個 其實這也是我私心想要買的 是這個 TAMS ZERO ZERO愛好值 這ZERO親友的種 不是 是因為這個是誰帶領的 你們知道嗎 誰 the eye the the 舒華 舒華 我剛好在地鐵上看到這個的廣告 然後這加上 奇異國口味的氣泡鹽 就蠻特別的 欸 好綠喔 Oh my god so green 欸 這很沒有食慾欸 青蘋果啊 這什麼你們知道嗎 兒童牙膏 我們以前什麼葡萄口味的 欸 等一下等一下 它外包中就是青蘋果啊 還是它蜜蜜那裡 低醣飲料的感覺 那你會給它幾顆星 我會給4.5 我應該4顆星吧 我可以給到4.8 那你覺得呢 我4顆 好 我們下一頁啊 剛剛都是喝的吧 那我來選這個好了 巧克力餅乾 巧克力餅乾 它上面寫real chocolate cookies 真正的巧克力餅乾 就是開封隔夜軟掉的餅乾 但是我覺得它巧克力算蠻好吃 它巧克力是有一點點微 就是苦甜巧克力 對 一點點苦甜巧克力的感覺 這個餅乾呢 我給3.5 我應該只會給它3.5 我應該會給它4分 因為它巧克力真的很多欸 它巧克力真的很好吃 巧克力真的很好吃 我的話4分 那我們就最後一樣 我們最後來開的這個是 其實應該在台灣還是 還是叫有店應該蠻常見的吧 它那個果肉感是認真的欸 Oh my God 它是葡萄汁 為什麼要說不一樣的話 我想說葡萄汁屁啊 葡萄汁那麼小 可是要集中要吃 真的是葡萄汁 它裡面那個是真葡萄欸 水母我覺得 你剛好說 我跟我說 你看那個葡萄 你就是這樣 沒有要理我 你剛好說它是真葡萄汁 對 是海蛇皮 欸我覺得這個很驚艷欸 因為我們其實看不懂上面到底寫了什麼 然後我們就一直以為 像野果的那種小小的顆粒 那你又給它幾顆去 我會給它5顆星 我應該是4.5 我應該也是4.5 我應該是4.5 我應該是4分 我覺得這一分加在 扣仔 扣仔它太甜了 它有那個真實的葡萄 我覺得它這一點就讓我看得下分 那你扣那一分是因為 有點甜 扣仔它太甜了 好我們慕免熟的呢 要來選一下這次的MVP 好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揭曉 我的第一名就是 扣扣扣扣 還要做音效 還要自己做音效 那這個啦 青蘋果 白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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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 它真的是20幾塊 又有果肉 然後又有很認真的葡萄汁 而且現在這罐是空的 非常好喝 我的罐呢 這一個 剛剛在想我要選的第一名的時候 我 會想要現在又想要再吃的話 我就覺得是這個 我覺得它如果看電影配什麼飲料 吃一根精神一根很容易就把它吃完 雖然它量蠻多的 但蠻帥氣的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OK 那我們就是 這個 TEMS的 青蘋果奇異果飲料 舒華加分喔 不是 真的不是 好 可能有一點 我是飲料狂人 加上它這個就是 很適合我這種 過度肥胖的人 然後它就是 熱量低 好喝 不會太甜 氣泡強 我之後可能也會想去試試看其他的 我的話是這個 烏龜餅乾 巧克力口味 我自己就是很喜歡吃巧克力的 所以它中間 有那個巧克力醬 各位來講 真的是談到我的心 我覺得它超讚的 怕學到我的心 是不是在哪支影片講過 我只知道它給的評價都好浮誇 可以浮誇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 大概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如果你剛剛那些零食 你有看到你喜歡的 或是還有其他想要推薦我們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